欢迎回来到我们的podcast Joe and Jet 未过绿的我Jason 然后其实我先想要讲一个非常好笑 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上个礼拜 那个有一个press conference 就是赛后记者会 然后国王队的Tony Mitchell 他在记者会上跳舞 因为他以前也是我们的队友 他跳什么 We'll pull it up for you guys to look at it OK 你们可以等会儿就是影片会看到 重点是为什么他跳舞 我哥 我跟Tony被访问 press conference 然后不是每个人要讲他们觉得比赛怎么样 然后我跟我哥讲完 然后他说 Tony can you talk about the game 然后他就 Dance This is how I'm feeling right now That's Tony 那个就是Tony 昨天是太好笑了 我没有想说会有人在记者会上给我跳舞 OK啦 他好像在我们在富邦的时候没有这样 在price conference就直接跳 没有 没有 我记得没有过 对 我只记得他每次进来练球的时候都不穿鞋子 对对对 穿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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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就是走进来 然后鞋子就拎在那个手上 对 我跟你讲 他还是一样 他是一样吗 OK 好 他刚好 想到他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在 乃 不是上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 然后就是 可能你们跟国王打完 我有听到一个 就是 Youtube 然后讲到 Tony Mitchell的表现 谁跟国王打完 就是钢铁人嘛 打完那场比赛 然后有一个 就是 就反正已经讲到Tony的表现嘛 就说他可能是 没有中距离 没有三分线 然后处理球也不是很好 或是侧应的也不是很好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啦 那 你来聊一聊好了 因为他跟你同队 所以你可以聊一聊他 um where to start 他是受伤回来 第一场 所以 你要judge一个player off of 他的第一场比赛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 对 um he didn't play all season that was his first game back he only played 21 minutes okay 可是如果你真的看数 okay 你不看他的like得分 他还是12篮板 um and 22 minutes right um 可是他的正分是正22 哇那很高耶 而且我们那场只赢11分 oh and then the next heist is 我跟我哥都是正13 所以他是全队最高 正分最高的 对 and it's not even like 22 and then 13 um right um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他在场上的时候 我们打得很顺 okay 其实我是没有看那场比赛 因为我现在 就是看国王的比赛 我心里会有一种压力 没有啊 我想要你们赢 但是又想要你们输 还是不要看 可是那个人说他就是看 哦他六分而已啊 哦对 六分 而且可能零那个blocks 哦没有火锅 没有火锅 可是 like that's all you're going to look at um like you you're actually watching the game um like 他在场上 我们正22 um right like 我觉得这很不合理 所以他你觉得他是最大的X因子 就是那场比赛帮助球队赢球的 for sure okay and我觉得我们我们就前几天跟林杭云打他也是我们的X factor 哦 他也是还是plus minus最高 oh plus15 even though he fell out 13 minutes but 13 points 13 rebounds 4 blocks um 所以 you know 他第二场就他的状态已经慢慢回来了 嗯 而且他会更好更好 嗯 so I think他的价值非常高 嗯嗯嗯 yeah 那宗憲你觉得呢 你之前跟Tony同队过那一年 不帮得冠军吗 嗯 Tony Tony应该是我合作过就是 羊将里面 大概Top 5 其实属于那种比较团队 嗯 然后不自私的 嗯 但是像很多那种自媒体啊 或者是外面的人 他们看到的东西就是很表面 嗯 只有我们真正的球员 就是看的东西是比较 呃 别人看不到 因为我们练球比赛我们都是都待在一起嘛 嗯 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们之前在富邦那时候SBL 就是苏惟也在那边嘛 就我们在练投籃 然后我就说哎Tony 呃换你投 嗯 他就 他就跟我说他不要投 为什么 就是你们投 然后他就是在那边抢篮板然后传球 嗯 他就说投籃不是我的强项 他说他就是负责 抢篮板盖火锅防守 嗯 然后对我来说是很印象 因为很印象深刻 因为大家在 在衡量一个洋将大部分都是说他得分嘛 得分多才是一个好的洋将 但是 像在国王队他根本不需要 得那么多分 对 你们球队有很多人可以得分 嗯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球员 嗯 他知道自己在 就是在国王队他要怎么做 嗯 去帮助了球队赢球 嗯 他的身他根本不需要得分 他只要 防守抢篮板盖火锅就好了 嗯 你说他不会投中距不会投三分 他在那个富邦的时候 那时候打SBO 他是可以投了 yeah 而且他命中率是不错了 对 我记得他两分三分那时候的命中率是高的 对 There's one game he had like seven or eight threes yeah 对啊 他是可以投 只不过他不想要投 因为他不想要去做 就是过多的事情 他只想要做他擅长的事情 对 对啊 他把得分的交给本土或者是比较 就是他专注于他自己在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是Chuck负责得分 对 他就是负责防守盖火锅嘛 嗯 对啊 那时候他 他跟Chuck两个人就是把那个Z给弄死了 那时候我们队上台北的时候 对 进去强暴他 强暴到那个Z他完全是没有办法 嗯嗯嗯嗯 而且Tony的防守真的很强 而且他很聪明 所以他其实羊将对他在里面中锋 其实会怕他 是啊 你还是你们thank you他 然后我们把他牵过来 这样子我们的进去防守变得很强 我觉得 你看有Tony 然后有CJ 对 那我们防守 外园的防守 我们就是尽可能的 不要让他头三分 切进去 拜托你切进去 切进去倒我过 我们就快攻了 不要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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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会thank you他吧 对啊 他不是说要thank you吗 你不thank you一下吗 你觉得我带他过来是要thank you他吗 OKOK 所以讲到thank you的话 也有听到一些留言或是传言听说高雄钢铁人有人要被thank you了 然后原本我以为是那个大支的叫什么 Clarke 克拉克 比克 比克 比克是 那个左手的吗 左手的是比克嘛 是比克吧 是比克 克拉克是工程师的 哦好像是 他们的名字都乱取 我也都不知道到底谁是谁了 我也是 我都记不起来 呃应该 原本听说应该是比克 但是现在好像应该不是他 听说是悟空 悟空 嗯 哇 呃 悟空跟你们有一些交情吧 你跟你哥有一些交情 他跟我哥比较好 因为他们夏天的时候会work out 可是我觉得他配我哥去年是配得很好 嗯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不是 呃不一定是好的 那你觉得要thank you say 假如你是总教练的话 总教练 你是钢铁人的总教练 你觉得该thank you 他们现在排排第几 最后 最后一名 对啊那排最后一名 势必要做一些改变 对啊 对 呃 我觉得 我我我觉得thank you 他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要给他opportunity 嗯 他们根本没有给他很多opportunity 嗯 他打的时间很少 而且他有时候把去打控球 对 控球不是 控球不是他的 强项 对 对可是可是因为高雄很需要一个可以 组织 对 控球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较想是那个 央和 央和 呃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可以用悟空用比较好 他会非常好用 嗯 他外线很准 而且他放手真的很好 嗯 他去年你们对你们对 宝贝斯的时侯他其实是手麦手得非常好 哦 嗯 嗯 而且他们对你第一次 今年第一场 他第一次 他一样的一样做什么 嗯嗯 他一样做什么 嗯 他一样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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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不合理 那你是總教練 你會再給他 我會給他多一點時間 If you want to really thank you Like fire him Then let him play 35 minutes in a game See what he does Right Like you can't 你不可能就給他14分鐘 And then be like Oh你表現不好 哪一個陽正可以14分鐘 真的表現出來 No way 是比較難啊 除非像Tony這樣子 13分 可是他不是中風啊 他就是後衛啊 他是個後衛 對 15分鐘 Tony是什麼 13分 13 得分13 13籃板 4主攻 重點是 還有6個犯規 犯滿必有 4主攻 那我比較納悶是 你剛才說那個陽和 就是 Steelers 並不是把他當成 就是 華一 ABC 就是名額 他是把他當成 羊將嘛 他是用羊將的名額 可是 I don't know if he can What do you mean Be ABC 應該可以吧 Then why wouldn't they just put him at ABC 我不知道啊 因為他 他們沒有兩個啊 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那個華裔的名額吧 他們有一個 他們有一個外籍生 外籍生 當然外籍生沒有關係啊 可是他可以 你可以有一個 No no If you have You can only have one ABC And one外籍生 對啊對啊 所以 就加起來 對啊對啊 或者是兩個ABC 像國王這樣 對啊對啊 所以他們一開始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會覺得很納悶 怎麼會讓他 我覺得是他沒辦法啊 他沒辦法嗎 他應該不是台灣人啊 好像是混血吧 混血但是是 香港那邊的吧 哦那他沒有辦法 香港不行 一定是要是台灣的血統 對啊 就是爸媽 其中一個是台灣人 嗯 那不好意思 他只能當羊將 OK 那 講到這個 有一個又更好笑的事情 我在那個 因為我加入那個富邦的 就是粉絲的群組嘛 然後他們粉絲就會po一些 呃 籃球上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哪一隊的 然後他就 有講我們的壞話了嗎 有些 呃 我們我們自己的粉絲 富邦的粉絲群組 是不會講我們富邦的壞話 真的嗎 都是講 別人的壞話 也不是講壞話 就會分享一些好趣的事情 像 好趣是不是 對就是 他有一個貼一個影片上來 就講 呃 這個禮拜 那個領航員隊上 嗯 工程師那場比賽 嗯 然後暫停的時候 他就把一個就是 哈哈 就是 Tucker老師跟69嘛 嗯 然後反正 他們的教練就在講 啊 你要怎麼樣啊 share the ball fast啊 什麼 快速決定啊 傳球啊 倒球啊 然後Tucker就在講 因為說 pass the ball bro pass the bro 嗯嗯 然後 yeah pass the ball bro 看到那個影片 然後 俊翔啊 69的他就 自己也不傳球啊 嗯 你們怎麼看這個 我其實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那個 他 他的那個心情就是 因為你有跟Tucker 同對過 對 我有跟Tucker同過 同對過 那時候在夢想家的時候 就是 呃 ABL 對 ABL 他就是到後面 因為我們開始有一陣 就是開始輸球 嗯 就本來要贏的球 開始輸球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他 就是開始太多的 持球啊 單打啊 印象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 我們就是在 呃 Locker Room 我們就是在開會看影片 然後看一看之前 那個什麼 Kyle Julius 他就突然 爆炸 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就 不不不 亂罵一通之後 然後他連就走了 然後他就留下我們 自己球員 他就說 我現在讓你們自己開會 然後你猜是誰 先跳出來講話 那時候球隊 本土有我 呃 敏哥 磊哥 磊哥 還有念哥 對 這些資深球員 你猜第一個 跳出來講話是誰 呃 Tucker 對 然後他 他就說 哦 就是 我覺得 我們之前 輸的那些比賽 是很可惜的 類似像這樣的話 但是他後面就說 我們要打得更團結 然後 讓球動 球流動的就是 更好 嗯 就讓大家都有 發揮的空間 然後我們要打得 更像一個team 嗯 然後我們那些本土 我們就 就是 互看 對 我們就想說 問號 怎麼會是你 I'm talking about 我想要 我開始要 我開始要講髒話了 哦 呵呵呵 我想說 你到底在說 就是 你到底在說什麼東西 嗯 因為我們之前在 對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時候 在貓場家 最不爽 Tucker的 就是 敏哥 嗯 但是 一定 對 然後 但是 大家都知道 Kyle Julius 知道 就是敏哥 最不爽 Tucker 因為他都不傳球 嗯 但是Kyle Julius 他就很靠北 他就是 每次分組對抗的時候 他就是硬要把 敏哥 跟Tucker 放一組 然後我 就跟那個 其他人一組 嗯 然後他就很不爽 然後他們 打的時候一直打輸我們 然後後面就是 敏哥又說 XX 不想跟他一組 我自己就是跑過來 要跟我們一組 但是還是被交回去 對 所以那個69 那時候他說這個話 我大概可以 了解他的心情 特別是Tucker 他之前 有當過一段時間的教練 嗯 嗯 嗯 就是 你要講出這種話之前 你可以講這種話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 真的去 你要自己做啊 對 你要做 你不能沒有做 你自己在那邊打自己 然後 要求其他球員要 傳球 就是 是很 莫名其妙 對 你剛剛講到 他說 Tucker有當教練 對啊 他有當過教練 他怎麼 嗯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當過教練 Yeah I don't know 他沒有他來 太陽啊 他當過一陣子的教練 而且他之前retire的時候 他在美國也是當教練 哦 哦 當好像帶高中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吧 OK 但每次的打法 就比較個人 但是他太 沒有 球員跟教練的 我覺得 可能會 不一樣 很不一樣 是不一樣 可是有一些 很好的球員 就當教練的時候 是很不好的教練 嗯 Yeah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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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just No no I'm just 沒講 沒關係 你想講就講 其實我沒有 I'm not talking about anybody specifically 好球員不一定是好教練 但是好教練不一定是好球員 的確 So he could be a really good coach 我不知道欸 我只是覺得 如果你 當過教練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教練要什麼 就是團隊去贏球 然後 分享球 但你從教練 這個傳球員到球員之後 你卻沒有 這樣去做 我會覺得 呃 蠻矛盾 嗯嗯嗯 好 我還是覺得 我好像沒看過當過教練 可能有 我忘記了 就是可能 他的台南隊啊 他們還去日本 一定訓練 哦 對對 但是他們 還沒打到正式的比賽 對對對 就解散 就是訓練的時候當教練 但是真的比賽 你還不知道 他是怎麼樣子的教練 就是有臨場經驗吧 他是 head coach嗎 他是 head coach 他是怎麼樣的教練 改天有空 改天我們找一個過來 哈哈哈哈 對 想到找人過來 那 沒有 等一下 所以我想說 Just end on this topic OK to end the topic 所以我說 打他們的時候 你收好他 你一定會贏球 哦 對 你之前也講過 因為他十球 十球真的太多 是啊 yeah 所以 所以我們之前在富邦 也是這樣守他 yeah yeah 就是讓他玩 然後 不要讓其他球員 就是 他也投進也沒關係 沒關係 因為他會一直投 一直投 他開始得分 就是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 you know feeling myself 然後就開始投籃 但是這是我們要的 嗯 對啊 因為他不可能打滿48分鐘 永遠都是在命中率高的時候 是啊 對 好 要不要講一下六九講那個 我覺得他還蠻趕的 你說那個 XX也不傳球嗎 我覺得他不知道會被 錄啊 錄進去 對啊 所以 球員一定會有很多 比賽中一定會有很多情緒啊 嗯 我們都會說 you know 抱怨啊 可是就是沒被錄啊 你有在暫停 Timeout的時候你說 說什麼嗎 你自己有記得你說過什麼嗎 啊 還好 沒有 還好 嗯 Not really in the timeout OK Yeah 嗯 我知道他有很多次 我們的周遭的東西 都有點破碎掉 破碎 嗯 但沒有被錄進去 但沒有被拍進去 沒有被拍進去 因為是 這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 哈哈哈哈 有些還是有啊 就算我第一季的時候 孟學 把我那個該英文的球 要把他點掉 然後不是 很大聲的罵啊 喔喔喔 我說 對對對 但是比賽的時候 對比賽的時候 我就說 哈哈哈哈 但孟學 孟學你知道的就是我沒有 這是針對你 秋王上的事情 嗯 沒事 不要留一些人 人情攻擊的話 你這樣子 誰會想錄東西跟著 哈哈哈哈 你才第一次 你才是第一次這樣被罵 咧 被罵多久了 That's what I told Jay Jay was like Man this fan said whatever whatever I'm like Jay I'm like Jay Now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to have haters Welcome to my f***ing world 這在錄音嗎 Good good Welcome to my f***ing world 我從18歲的媽媽 被講到現在 不是 我通常都是不會被講的那一個 所以一開始被講會很不習慣 對對對對 所以我要反應一下 欸我現在 我現在如果沒有被講的話 我反而覺得不習慣 真的嗎 Something's wrong 哈哈哈哈 如果Jay 如果Jay沒有被罵 Something's wrong 對啊 如果Jay一直誇獎我 我會覺得 嗯 是真的嗎 好 對啊 但粉絲就是這樣子啊 有時候我們在講的東西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 呃 就是 看 看法 角度的 角度 但也不代表說我說一定是對的 或者是他們說一定是對的 但有時候我們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那些粉絲或是酸民 他們就很容易被 trigger 嗯嗯嗯 所以我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嘛 嗯 對啊 而且我們很多在 很多時間在 很多時間在講東西的時候 他們完全是 放錯重點 我是嗎 就像是上次我說Oscar 對 我的重點是 其實我想要 我好奇 嗯 如果在富邦跟國王 他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因為我們在 在富邦 就是你 不可能讓你這樣 隨心所欲的 去 去做 有那麼多球權 對 有那麼多球權 甚至是你有時候要去適應 呃 教練的一些調度 嗯 所以你不可能有那麼多上場時間 更別說在國王 對 但他們就一直把那個焦點放在 就是我說 整個球隊是圍繞他在打轉 但是這個是其實事實啊 嗯 而且我們在打他們的時候 我就一直觀察 嗯 就是他投不進的時候 或者是輸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在場上 這就是 就是你重點要培養的人 你才會這樣去做 就像是馬翅隊那個狀元也是一樣啊 呃 叫什麼 很高的那一個 對啊 很高的那個 OMB OMB 就是他 即便他們現在是一直連敗 但是他就是一直讓他在場上 一直讓他去做自己 就讓他去做自己 對 就是栽培他 這就是 圍繞他去建這個球隊 嗯 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嗯 好啊 那我們就 講到這句話 It's okay You guys do it Yeah I don't It's okay I don't even wanna look at the comments But anyways 你知道嗎 你看 你看 你看裡面必拉套一個地步 他心情不好 我們現在才拍第四個episode 你看傑哥就已經這樣子了 而且 不關我的事吧 欸我們板子掉了 欸 關你的事喔 哈哈哈 哇你看 粉絲不要這樣子 因為你生氣的 害我們板子都掉 嗯 好 那這就是 前兩週的 P-League的一些有趣的 跟一些比賽的一些回顧 嗯 那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下一集 我們會講比較多一些 書尾的一些 你們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NBA的東西 嗯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收聽 就這樣 掰 來 comments comments Yeah you wanna say something about comments comments 就是要 理性 理性 理性發言 那你們有任何想要留言的 關於中線跟Jet 請盡量留言 中線跟Jet 害我緊張了 有關於書尾跟中線盡量留言 不要留言關於我的 欸你看你們現在把傑哥搞了 傑哥都不是傑哥 他現在沒有辦法 他現在沒有辦法當自己 我不要留言 OKOKOK 不要 不要留言關於我的 我就可以講得更開放一點 不要罵他啦 不要罵他 不要酸我 可以罵我 可以罵我 可以罵Jet 不要罵他 傑哥是無辜了 還是歡迎大家 有什麼問題 我想要留言的 都可以在 我們的YouTube上面留言 嗯哼 好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拜拜